三项感应电动机的构造可以分成定子跟转子两大部分 定子主要是用来建立旋转磁场 转子则是经由电磁作用形成转举来驱动负载运转 而这个章节我们要先介绍定子的部分 三项感应电动机的构造分成stator定子还有roder转子两个部分 那么右边这张图是我们的感应机的外观 把它摊开来之后就如同左图可以分成很多的细节的部分 待会都会依序来做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是放在定子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机壳的部分 还有定子的绕组定子铁心 以及末端架也就是端盖的部分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定子的机壳 机壳就是指电机的外壳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框架 小型电机会采用铸铁一体铸成 而大型电机会采用钢板融接然后再沿压制成 它的功能有哪些呢 第一个它会固定定子的铁心还有端盖 可以支持整个电机全部的重量 还有帮助散热保护电机内部的所有基建 定子铁心为了减少损失 通常会采用含锡量1%到3% 厚度0.35mm至0.5mm 无方向性的薄细钢片 沿着转轴的方向层层的叠击而成 细钢片的形状 小型机的外侧会是圆形 大型机则为扇形 而细钢片的内侧这些桥状 我们就把它称呼为线槽 主要的功能是用来装置定子绕组 在低压小型电机的部分 会采用半壁口槽 可以减少空气系中的磁阻以及损失 而大型机呢 为了绕制方便 通常会采用开口槽来制作 定子绕组是只装置于定子线槽内的绕组 三项感应电动机的定子绕组 一共有三组 采用互格120度电机角的方法来做设置 而小型机通常是采用七包线 大型机采用平角铜线 那么一般的绕法会采用双层绕 分布绕以及短截距 所谓的双层绕就是指每一个线槽内会摆放两个线圈边 分布绕代表每一个磁机底下 每项绕组的线圈会分布在数个线槽内 而短截距呢 则是代表线圈内的两个有效边跨距会小于一个级距 那么绕制完之后就会制成这个右下方这样子的硅甲型线圈 定子绕绕绕绕绕完毕以后 我们会将线圈采用叠绕或者是拨绕的方式 绕成互格120度电机角的三项绕绕 三项感应电动机定子绕绕绕绕完成后 通常就会有六个出线头 我们将A项绕绕的线头取名为A 线尾取名为Aplunk 以此类推B项的部分就叫做B 尾巴叫做Bplunk C项的线头叫做C 尾巴叫做Cplunk 如果今天我们要把它绕制成心形 也就是所谓的Y形连接 只要将三个线尾先接在一起 然后呢再由线头送入三项交流电源 就完成Y形的接线 而Delta形连接呢 三角形连接会将线头跟线尾两两相接 那我们来看一下 A项的线尾会接到B项的线头 而B项的线尾接到C项的线头 C项的线尾再接回最后A项的线头 接完之后呢 再由线头送入三项交流电源 完成三角形连接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三项 四级十二槽双层绕的定子绕组布线设计 由双层绕我们可以知道线圈的总数会等于线槽数 因此总共会有十二组线圈 而为了方便后续设计 我们必须先了解槽距 一个圆有360度 分给十二槽后 我们可以轻松的算出每槽所站机械角 可是因为所有的定义都是采用电机角 因此要知道电机角跟机械角的关系是 θ1等于2分之P倍的θm 我们只要在这个公式上面乘上2分之P 那么这一体的级数是4级 所以乘上2分之4后就可以转换成电机角 因此这个图案呢 每槽所站的电机角是60度 而采用纯节距的时候 每一个线圈的两个边会相隔180度电机角 因此我们在将180除以60度后 就可以得到线圈的跨距相当于三槽 而这边是采用双层绕 每一个槽都会区分为上下两层 线圈边的有效边会由上层先出发 然后再由下层回来 我们依序由第一槽开始摆放线圈边 A1放入1号槽的上层 那么它的尾端A1plunk就必须间隔三槽后 放入4号槽的下层 那么A2再度从4号槽的上层出发 一样的间隔三槽后回到7号槽的下层 重复相同的方法 A3会从7号的上层出发 间隔三槽回到10号层的下层 最后A4再由10号的上层出发 回到1号槽的下层 我们就依这个方法将A项绕置完成 完成A项后我们就要来绕置B项 而由于三项是互差120度电击角 因此现在把120处于60度 可以得到三项之间的跨距相当于两槽的距离 那么我们由A1间隔两槽后 可以知道三号槽的位置可以开始绕置B项线圈 重复刚才的方法 B的线头会在三号槽 那么间隔三槽之后会到达6 那么再从6加3可以得到9 再从9加3到达12 然后最后再从12回到我们的三号槽 就把B项绕置完成 最后就只剩下我们的C项部分 那我们的C项会跟我们的B项 再间隔120度电击角 也就是两槽的距离开始绕置 好所以我们的B项B1是从3号开始的 所以3加2等于5 那我们的C1就要从5号的上层开始出发 再来的一序呢 就是急距180度电击角 三槽的跨距把C项绕完 所以我们从5开始 5加3等于8 8再加3等于11 11再加3回到2 2再加3回到我们的5号 那我们就把C项的绕线也完成了 进行完定子绕组的介绍后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端盖还有轴承 那么前后端盖会在定子的外壳的两端 用来保护定子绕组还有内部的基建 那么在其中心的位置会装设有轴承 轴承是用来拖住转轴的 它会使转子能够自由的转动 电击的轴承一般有分成 滚动轴承跟滑动轴承两种类型 滚动轴承又可以细分成 球珠轴承跟滚柱轴承 比较适合用在中小型的电击 而滑动轴承比较适合用在大型的电击 这边在完成定步的介绍之后 我们要来进行几个范例练习 例题说定步72槽要绕乘三项六级的电击 如果A项的始端在第一槽 那么B项的始端应该在第击槽 那么任何题目在进行之前 我们一样的都要先找到每槽所占电击角 这个题目一共有72槽 所以拿一个圆360度分给72槽 在乘上2分之P背后把它转为电击角 可以得到每槽所占电击角是15度 那么接下来三项会互差几度呢 答案是互差120度电击角 120度电击角相当于多少槽 除上15之后可以发现是8槽的跨距 所以如果今天的A项是在第一槽 在间隔8槽以后就可以看到B项的始端 是在第9槽的部分 我们再来练习这个题目 有一部三项四级24槽的感应电动机 定子绕组采用双层分布全节聚绕 那么要求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总电击角是多少度 那么电击角的部分 θ1会等于2分之P背的θm 级数是4级 机械角一律都是360度 所以4分之4乘上360 可以得到第一小题的答案是720度 接下来问的是第二小题 每槽之间的间隔电击角是多少 因此要求的就是每槽所占电击角 也就是我们的α 那么α的部分720度的电击角除以24槽 直接相除之后就可以得到30度电击角 第三小题问的是 需要准备的线圈数量为多少 那么因为我们是采用双层绕 所以就知道线圈的总数会等于槽数 所以等于24个 第四个小题要问的是 A项的线圈始边如果放入第一槽 那么另外一边会放在第几槽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全节聚绕的时候呢 它的线圈边的跨距会相当于一个极距 也就是180度电击角 所以我们将180除以30可以转换成是6槽的跨距 那么A是从1号槽出发 间隔6槽后可以知道它的尾端会落入1加6 也就是第7槽的位置 第五个小题问的是 A项的线圈始边在第一槽 那么C项的始边会在第几槽 这边就要回到三项 三项是互差120度电击角 一样的把120除以30可以得到它是4槽的跨距 所以A项如果从1号槽出发 B项的部分就在加4可以得到B项的位置 可是题目问的是C项哦 所以我们要再加4才会得到C项的部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1加8等于9 会出现在第九槽 那么这个单元的重点就到这边介绍完毕